那刚刚我们有提到 在爱丁堡其实不是只有一个 谈兔的节目而已 那爱丁堡其实真的有城堡 它叫做爱丁的城堡 那它的所谓的 应该叫做苏格兰的高地的部队 也住宅在那个地方 所以各位如果到爱丁堡的话 其实可以上上那个古堡 也可以到了城区 那城区这边也是觉得 我也觉得它那个shopping的地方 也蛮多的 这里是FM98.198新闻台 欢迎你收听旅游降丸节目 我是巨匠旅游张绿一 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商店 可以让你能花上 一整天的时间在那边漫步 在那边逛 那为什么要选择夏天这个时候去 尤其在八月份的这个时候去 我想大家旧有的印象中 老师都会觉得说 英国就是整天这样 因因与与的 那其实事实上 如果以整个降雨量来统计上来说的话 其实它并不会多过于法国那个地方 那它的英语 让人家会有一种那种阴沉的感觉 主要呢 除了呢 它因为纬度的关系 再来还有一些呢 就是在于它建筑物上的颜色 而形成呢 整个让你觉得色调上 就会觉得好像大家都整个 就情绪上就不是那么的OK 但是如果在夏天 因为它制造时间长 所以大概会到九点半左右才会天黑 相对的呢 你会觉得呢 整个呢 你可以使用到的时间上 长了许多 相对就会减轻呢 你对呢 整个城市那种阴沉的感觉 会减少了许许多多 所以爱丁堡呢 其实呢 就是它的首府 对 那在北边的书馆呢 其实呢 在城市来讲呢 其实还有一个叫Grasco 那如果呢 继续往北走 其实我们有 有许多呢 喜欢去探险的 或是呢 要去寻找那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的话呢 那应该去找个水怪吧 那那个水怪呢 到底现在怎么样 出现了没 嗯 就是就要看看呢 您的运气 那当然呢 我们呢 每一趟呢 行程到那里去的时候 我们呢 都期待水怪的出现 那水怪呢 本身来说的话呢 它 他们当时最早发现的是在尼斯湖 那这个尼斯湖这个地方呢 除了呢 水怪之外呢 在尼斯湖的整个周遭 还有许许多多呢 当时呢 留下来的一些呢 旧城堡的遗迹 这些旧城堡的遗迹呢 也是呢 在尼斯湖寻找水怪以外呢 是一个呢 非常好的一个欣赏的景点 甚至于呢 你还可以做呢 山中的践行 hiking的一个活动 这也是我们在呢 呃 您到苏格兰的时候呢 去参观的时候 我们非常非常推荐 你可以呢 去从事一下的活动 因为这个水怪呢 其实在六世纪的时候呢 那时候的爱尔兰那个传教师呢 就说我有发现过 那后来呢 当然有那个海军的 那个所谓的中尉啦 他说呢 也应该有看过 那后来呢 就有从事一系列的那种 海上的 我们讲应该军中的 那种探测的活动了 那不过呢 到现在为止呢 是风风雨雨啦 说有啦 那当然呢 刚刚就一直讲到的呢 那就要看你的运气啦 有些说真的看到了呢 那看到了就算啦 那如果呢 你在这一趟的行程 或是呢 你在旅游当中呢 你如果真的 我跟各位讲一下 你那个相机准备一下 你如果呢 真的有看到那个水怪 赶快拍照 为什么呢 那这张照片呢 那应该不止十万美金 所以呢 各位呢 在旅游当中呢 也可以赚钱啦 所以呢 你看苏格兰呢 他的地理也好 他的文化的背景也好 甚至呢 他的历史 那苏格兰呢 我们提过呢 他其实呢 有公投 那结果呢 没有过 公投没有过呢 他就是有一点 然后就慢慢呢 是不是 我们下一次 大概过个几年 我们再试试看呢 能不能离开 那个所谓的英格兰 但是呢 其实呢 在苏格兰呢 他们有非常 成就非常之大的 所谓的文学的 这个所谓的作品 或者呢 这句文学家 在我们上一次呢 就有提到 那个叫做JK罗林 那在爱丁堡里面呢 当然也有另外一个 非常出名的 各位如果看卡通影片 那应该会听过呢 那个叫做柯南道尔 还有包括那个Steven 那个Stevenson 所谓的金银岛 所以在爱丁堡呢 他其实呢 也是一个叫做文学之城 那如果呢 用不同的方式 用不同的角度来讲 其实到苏格兰的话呢 你看的东西呢 算是蛮多的 如果古堡也有古堡 那你如果要到城市 shopping也有shopping 那你如果要看 乡间的那种风景呢 也我觉得也蛮不错啊 那好像在北边 也有一段火车啊 因为有些人说 我要去坐那个 哈利波特的火车啊 对 对啊 我想就像庄老师 刚刚说的 因为其实苏格兰人 然后他们跟英格兰人 在某些程度上 他们也不能说 完全的对立 但是他们会有 各有各的 各词己见的一个看法 所以常常 您到苏格兰去的时候 你可能问着苏格兰人 他不会告诉你说 我是英国人 对他叫做苏格兰人 对他会非常强调的 告诉你说 我是个苏格兰人 但是不可否认的呢 他们经过了很多次 一个要想要 独立出来的一个行动 那其实呢 都有多方的考量之下 并没有正式的一个成功 那他们有他们的一些 很多的北方的人民的特色点 那当然呢 在这些北方的一些 不管说地貌 或者是呢 天后造就呢 他们有很多 他们独特的一些东西 所以像庄老师 刚刚所提到的 不管在文学方面 其实在苏格兰 在埃丁堡 有很多很多的美术馆 博物馆 是可以看得到 那除此之外呢 当然我们呢 大家呢 现在常常到了 爱丁堡去的时候 都会去呢 JK罗琳 他当时呢 写下哈利波特的这一街 咖啡厅 对 去呢 朝圣一下下 这个呢 Elephant House呢 也因着JK罗琳呢 就火红了 那当时呢 JK罗琳呢 在写的当中呢 而且呢 拍成电影的时候呢 大家常在电影的场景当中 就看到呢 那贯穿在呢 苏格兰当中的 那个山间的那些火车 尤其呢 到达呢 山间的一些呢 隐秘的神秘的城堡当中的 这样的火车之旅 这个呢 是很特别的一个体验 因为这火车 它用的是很传统的 一个蒸汽式的火车 那贯穿呢 在呢 它山中的一些呢 以前昔日的一些 旧的铁道 这些旧铁道呢 它保存的非常非常的完善 可是呢 比较可惜一点呢 是在于 这样子的一个火车呢 它们在冬天 是没有办法运行的 它们大部分呢 这个火车呢 也顺应着呢 夏天季节的关系 还有呢 顺应着呢 苏格兰节庆的方式 它呢 会搭配着 有配套式的一个 进行到 城堡去参观 所以 如果你夏天 到了苏格兰 我们是真的非常建议 您可以呢 特别的呢 安排 欣赏一下下 这一段的火车之旅 那各位呢 如果看电影 要先记一下 你坐的那个火车呢 它是简洁过的 所以呢 坐了火车以后呢 它的那个车站呢 在哪里呢 它的车站呢 是在伦敦 它的那个伦敦的车站 是九又四分之三 各位你那个柱子 你要撞对 不然你是撞不进去的 然后呢 它又到北大方的 那个国家公寓里边呢 那一段的火车呢 是很漂亮的 有一点 那时候很荒凉的地方 所以呢 它就把这些镜头呢 就全部把它剪接在一起以后呢 你才得到一个 很完整的一个 电影的一个场景 所以呢 各位可以坐 哈利波特的火车 然后呢 去看看它的火车站 甚至呢 再坐另外一段火车呢 就绕一圈以后呢 你会看到 真正的哈利波特啦 所以呢 各位呢 就在看电影的时候呢 就要用想象的 然后呢 到了现场的时候呢 再用想象的 把它加在一起 不过呢 刚刚Jewis有提到呢 就是说 你在冬天跟夏天呢 其实有不同的一个玩法 那因为呢 它有时候呢 在冬天上呢 它可能这个火车的行程呢 它有时候就是会cancel掉 或是你会停掉 所以各位呢 就要利用呢 这个夏天 比如说看看这个 所谓的tattoo这个节庆 甚至呢 坐坐火车 然后呢 绕行呢 到北边的苏格兰 因为呢 苏格兰呢 它是一个国家 他们自己讲的哦 他们是一个国家 所以他们有国会 他们有苏格兰的英镑 所以呢 苏格兰是一个完完整整的家 但是呢 独立 No way 因为没有过 45比55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在目前为止呢 它苏格兰呢 心理上的一个痛 好 我们休息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